水瓶座的朋友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由这一个双子座的满月开始 直到整个农历的十一月尾 就是说呢 我下一次出那个摩羯座 新月的那个星座运势之前呢 你们要注意的东西 其实塔罗说的很明显 那其实塔罗就是叫我去留意一下 某一个星象 在跟你们说这个故事 那是哪一个星象呢 就是说呢 那个三分项 between木星还有逆行的天王星 那天王星是你们的守护星对吧 那还有这个逆行的天王星 它在一个最弱最弱的那个地方 它在金牛座 还有其实木星也是在一个很弱很弱的星座 这是摩羯座 它刚刚开始了 就走进了去那个摩羯座 对了 还有它现在是在一个 我们叫一个初角度 我们叫一个aneretic degree 所以是一个很敏感 很敏感的一个角度 那整个能量 那整个能量就是 这个三分项呢 就是什么叫三分项 就是它们形成了一个120度的 哦不是不是 就是三分项 对啊 120度 对啊 就是它们形成了一个120度的角度 对 那这个角度的力量呢 你们要注意 你们要非常的担心 因为很有很有可能突然之间会发生一些很很重大很重大的一些意外一些变故 会令你们就是走那个狗死运 狗 你们是不是叫狗死运 就是一个很坏很坏很差的那个运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你们在钱财方面 你们是在走一个很坏的运的话 你们会突然之间 比如说你们中了那个乐透 你们中了什么大奖的话 你们会变得很好很好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你们见不见到 对 那呃 嗯 我有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说我们常常去算命啊 去占卜啊 其实我们要趋极避凶 对吧 趋极避凶 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怎么能够去得到那个极 极强的能量 还有去避免 避免那个不好的能量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已经是走一个很好的运气的话 那你要去买保险啊 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你是在走一个坏的运气的话 那恭喜你呢 恭喜你了 因为现在你可以得到一个希望 你可以就是乐观一点 对吧 所以呃 英语里边我们常常说嘛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best 就是说呢 我们乐观 我们有希望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为最差的一个环境 去做准备 对吗 呃 那现在我还有一些东西要提醒大家的 那那个贵人 就是说如果你是走坏运的话 那什么种类的人会把你变得更加好 更加好呢 是一个土象的星座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小人 如果你是现在在走好运的话 那这个土象星座的人可能会把你落下 从天堂落下 落进去地狱 对 所以是一个土象星座 所以是摩羯座 或者是妇女座 或者是金牛座 那他可以是你的贵人 或者小人 depends on 就是depending depending on 你现在是在 是在走好运 或者是坏运 那 在这里祝福大家咯